字幕 received a great time 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 Asetto Corsa IMAX5COLF的第三站 時間是謝老闆 趕為旗袍 往後一點 我們來到了文兵的視角 有人在文兵的內線 沒有超過去 看不出來是誰 哇謝老闆好快啊 一下子就變小了 看起來像裝火箭一樣 看一下加速嗎 我在看它重播的時候 就是用這個速度在看 這聲音聽起來有點像F1 特別的高音 再回到起跑線上 第八名起跑的翔哥 我看到我會瞬移 我這場拿到了一台黃色的車車 然後我往後狀況不太好 所以會一直往後瞬移 所以我跑 其實就是 會不會往後拉 也不知道大家在哪裡 現在是不是 從螢幕視角看 我一路像推土機一樣 鏟過去 直接把紅燈推出賽造 實在是沒有辦法 不知道大家在哪裡 在這邊把迷走碰了一下 就停在路邊 就停在路邊讓大家見過了 往前來到翔哥的市場 翔哥被總統超車 路邊還緊接著拿一台 歪歪 這門超危險 第一次是 好久沒有這麼熱鬧 總共有13台參與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再有滿房 大家其實都有在跑 但是平常因為斷線啊 或者是有其他事情啊 或者是有其他事情啊 就沒有辦法 每次都到 來一圈結束了 明次開始更新 目前第一名的是蟹老闆 第二名的是 文兵差2.1秒 第三名勝修差0.9秒 第四名 季群差1.6秒 第五名種種差1.8秒 第六名YY差1.2秒 翔哥跟YY的差不會顯示 不過翔哥是贊助那件 有機會嗎? 沒有 下一個彎交換 回到原位 YY似乎有點小失誤 所以我先跑掉了 有翔哥也是 往後看到泥墨這邊 超過了第九名的奶炸 沒成功 你懂那麼兇的 居然沒有成功 哇打火打火 霓霧打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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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回來 差一點失控 距離又拉開了 從陰墨這邊就可以看到 翔哥和YY差0.4秒 小路 第八名0.9秒 來炸第九名1秒 把紅狗第十一名 這關迷墨差了10秒 動動和紅狗差了4.3秒 他應該已經是 脫離一核戰鬥了 所以他這次從 最後面起跑 可以看到他過關斬將 小老闆衝下目前的最佳單看 兩三十秒 點八六八 小老闆衝下目前的最佳單看 小老闆衝下 回到第一個彎 明末重新追上了 奶炸 奶炸自己失控滑出去 算力突破一關 再來到第四圈的時候 尼莫追上了第七名的翔哥 應該吸到尾流了 快速了接近 並行 順利超車 總覺得尼莫過得太輕鬆了吧 這樣怎麼行呢 下一關是歪歪 前面有黃旗 誰出去了 總總出去了 回來的時候還好沒有發生車禍 歪歪其實正在跟地群纏鬥 不過我們並沒有歪歪的畫面 上海幫的經常都沒有畫面 對 樓框今天哪一 Tina 十五公里伸漫 歪歪要超過季群了 直線 輕鬆過 季群企圖超回來 銀蛙吸著歪歪的尾流 雞群歪歪並行 銀蛙要從中間插進去嗎 真的假的 度要縮小了耶 太拚了吧 哎呀碰到碰到 歪歪從 被碰出去 銀蛙旋轉 雞群呢 我們慢動作重播看一次 到底是誰先碰到誰 這樣插進來真的很拚耶 三台車兵牌 歪歪先碰過來了 銀蛙碰到季群之後 旋轉 歪歪是自己彈出去 沿著牆壁 插上了牆開草地前景 應該也是失控了 從旋轉的畫面看起來 季群好像還保持在 這招上面 沒有完全的失控 回到畫面中 季群已經跑掉了 現在歪歪在第七名 尼莫在第八名 等於是被一台超過去 有可能是響哥 對比較有可能是響哥 或者是炯炯 或是兩台都過了 有可能是別再跟出 有可能是 沒有看死 沒有火關 這樣失敗 再度回到第八名 這個車速快了不少 尼莫速度比较快 回到外防守 尼莫切到内线 两车刹车时间有差 尼莫直接撞他歪歪的屁股 把他歪歪顶了出去 可是尼莫没有超车 应该是避免被扣分的策略 这一关 不论我当天网路的关系 所以也不是我开的房 再度没有开到车损 MX5第二关没有车损 押血老板失误 控制住了 但是 需要慢慢开回来 第二名的文兵趁现在 重脑第一 第三名的胜兽 也快速的赶得上来 有没有机会撤起老板 慢的时候超过去呢 过了一个弯就没有机会了 我也是难讲 自爆车手文兵拿到第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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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自爆车手 自爆车手是我 文兵自己说自己自爆 難道不会自爆的车手 自爆车手文兵拿到 fourth 早上小小小的 以前都是车头 Moh 似乎没有明显的被谢老板拉开距离 这个刹车突然的靠近吓人一跳 算是好像出发比较快哦 从此有机会在这里解决的谢老板拉 还是没有 这一关的颜色也是挺不错漂亮的 整片的草地 速度差不多 再慢慢的靠近 哇这个外面有转好 整个外面还小白 马上就变小了 我们回到迷墨这边 现在在第七圈追在歪歪后面 距离还是跟刚刚我们去看重播之前差不多的位置 哇这个弯 单手开 这么嚣张 下一圈同个位置 确实拉近了一点 大家有发现在哪里换下一圈的吗 这样的圈的位置实在是太接近了 接起来不仔细看就没有违和感 很难 前面的这群种种跟香菇 好 应该也是连在一起跑 还蛮近的 感觉有吸到尾流 我选择了外线 平行的落地 拜拜 没有发生任何事 前面闪了黄旗 注意咯 不要像我一样 装上司空车辆就囧了 每一次没有上升 所以应该是 已经 超圈了 好快 才9圈 歪歪整个块要朝地下 这应该会被反秒吧 就看歪歪要在哪里放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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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这里的话 就是在终点前 原来AZ的反秒是不能带过圈的 所以他一定要在这一圈内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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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没有减速的迹象 哦 有了有了 没有 看来罚的不足哦 有可能刚刚那样子转弯 卡着内线放速就 消掉了 可是是5秒 两车并行的经过大直线 加到OZ1 应该就是顺利超车了吧 那我们的MX45COP的第三章 第一部分就到这边结束 如果想参加我们的比赛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或到本次专页私讯我 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帮忙按个喜欢 分享出去 订阅新铁熊频道 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拜拜